121天文MC的第一題 這題是一個無重狀態 沿著軌跡運動在太空船內發生 下列哪個描述是正確的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 無重或失重在物理上高 其實有兩大類別 第一大類別就是去到一個地方是霧漫有引力的 在外太空才會發生 但旁邊還有星球是不會發生的 第二通常是指地面對人承托的反作用力是零 即R差不多是零 有兩種可能 就是在升降機斷舵的時候 人和升降機因為意外 一起都會自由下落 這種情況下升降機的地台是不托人 這種是其中一種失重狀態 或者一個人跳樓也是這種失重狀態 另外就是他在進行圓周運動 為什麼在進行圓周運動的時候會涉及失重呢 就是我們現在假設地頭在這裡 現在這個紅色的就是太空船 它就因為慢有引力 作為了一個向心力 拉著太空船 就一直圓形軌跡地運行 如果我們將太空船畫大一點 將人簡化成人球 當時這個人其實就有一個力 需要拉著他指向地球的中心 這個力 平時在我和你的情況來說 我們是會有一個地下 有一個承托力托著你 而令到你是不動的 但如果他在進行圓周運動的話 這個力就不需要有任何反作用力 就只有這個重力 這個重力就會拿來做向心力 就會令到它可以向心加速 那條公式就是這樣 地下就不需要有一個承托力 向這個方向 就是因為它這個位置的承托力 或者反作用力是零 就達至了我們剛才說的 無重、失重、Vanusless這種狀態 我們看回這一題的第一題 這四個選項裏面 第一 無創狀態只會在沿著軌道的時候發生 那這個就不對 剛才說過 在沒有引力和反作用力是零 自由下落的時候都會發生 所以第一個是錯的 第二個 太空船的軌跡 上高的萬有引力十分微弱 這個力未必需要微弱的 只需要它是剛剛好用來做向心力 不需要有反作用力去抵消就可以了 所以第二都錯 第三 地球的引力和月球的引力抵消 這個是無關的 因為不是這個R 反作用力是零這個問題 第三 太空船裏面和船裏面的物件 其實都在自由下落 當你所有的重力都是用來做向心力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向心加速 而這個加速度的數值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它是一種加速和自由下落是很相似的 只不過自由下落就只會單方向不斷向下加速 而向心運動的力就是令到它不斷在轉運動的方向 但是其實都是向著原心加速的 所以這條的答案就是D 我會看它的任務 完全開啟 一下 我們來吧 多謝 謝謝 是 至少 過 我們先回去 很快